出生 医生就断言我活不过15岁 有时候跟我童年的孩子们玩耍的时候 会吵架 会闹 然后人家都会跟我说 不跟你吵了 切你凶什么凶啊 你都快死了 你自己都不知道吗 当时懵懵懂懂的我 我不知道死我 然后我就问我妈 然后每次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总是觉得我妈低着头 眼含泪水 然后我就在想 这个问题是会触及到我妈妈伤心的事情 我就渐渐地不再问了 其实苏晓玲虽然说身体是这样 但是她完成了三件最伟大的事情 我们先说第一件 第一件最伟大的事是什么事 决定找工作 找到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找工作的时候 那是8月份的一天 我去了一个开发区 然后我看到了有个牌子 招工 年龄不限 学历不限 吃苦耐劳 我一看我高兴极了 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要的 然后我还没走到里面 有一群小孩围过来 然后就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 就说 哎 你们看 有一个矮子 他好矮啊 他怎么长成这样啊 当时我还没缓过神来 从门里出来了一个中年男子 那个人就对着我说 你来干嘛的 我说 我来找工作 他上下看了我一下 就你这样找工作 现在健全人都找不到工作 你一个残来巴掘的人 又是一个矮子还是个驼子 你看你脚一个朝前的 你出来找工作 不给你爸妈丢的人吗 你这种样子就应该躺在床上 让你妈给你送点吃的 当时我的泪水就已经挂满了眼眶 马上就要留下来了 我转头就走 然后我一边走 我一边哭 我在想 为什么别人会这样说我 我在想 叔叔 如果我是你的女儿 如果我是你的亲戚 有人这样说你 你会难过吗 可是我又反过来在想 小林 你既然想要自食其力 既然想要自己去找工作 那你这些 就是应该去接受的 真的要感谢他们 是他们让我学会了坚强 好 有些人就是过得太顺了 顺风顺水了 所以反而不能体会生活 说说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是什么事 我结婚了 结婚找到了自己的爱人 他叫啥名 他叫杨海君 掌声有请杨海君 你好 你们两人如何相识结婚 我们认识是在网络上面认识的 产纪人的公企网站上面 都有自己相应的一个工作 实际他的性格一开始并不是我喜欢的 因为他太开朗了 然后比较能说 我这个人比较闷一点 然后我就喜欢静静的 听听音乐 看看书什么之类的 然后因为一次工作交流 然后我们就是谈谈谈的 逐渐的谈到一些说生活上的问题 然后他的内心给我的感觉很丰富 只不过他就是给人的感觉 就是我好乐观 我无所谓 但是他是用这样一种方式 来为自己打气 就这样一来二去的 我们双方彼此就有一定好感 那你们俩谁追的谁 开始还是我主动的 那像你这么沉默的人 追人的方式是怎样的 我还是比较直接的 我就告诉他 我喜欢一个女孩 然后他跟我在这打马虎眼 然后我知道是谁 然后把我们认识的所有人 几乎都说过来了 到最后没办法了 我就直接告诉他 我就是你 追的很顺利吗 当我表达的时候 他也很严肃 就是说因为那时候 网络上面沟通 不是说面对面 这么很真实的去交流 这个时候他把他自己的 全身的照片 自己行走的一些个视频资料 全部都给我 这个时候当我看到的时候 非常震撼 然后他给我之前就告诉我了 他说如果你要吓跑了 我不会怪你 他说我被我吓跑的人很多了 所以由此你更敬佩他 是 然后他说 如果你要还想跟我做朋友 我也非常欢迎 这年头很少有一个人 在谈恋爱的时候 把自己摊在桌面上 让大家看 对对对 人的本能都是藏嘛 但是迈过这一道 还需要勇气 这个时候他还是 怎么说不太相信 这份感情 因为距离很远 再一个来说 好像我身体比他要好一点 相对于他 还帅一点 然后这时候呢 我说我直接去你家里 咱们真实地见一个面 从廊坊到启东 然后我在他家住了一段时间 我下定决心要和他在一起 然后我回到家里 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 我就直接到他家里 双方父母都同意吗 他的父母对我还比较好的 然后我的父母呢 有一些犹豫 因为本身就是很远 而且我们两个都是残疾人 就是以后你们的生活怎么办 这个时候我就去说服他们 因为我说只要我们两个 在一起 我们肯定会想尽办法 去解决我们生活上的 很多困难 我说这个不用担心的 是实话